MD Ryzen 7 9800X 3D 已经推出好几个月 关于它的性能表现 我想就不用多做介绍了 倒是不少人对于9800X 3D 应该搭配什么样的散热器 又或是在各种散热器品类中的表现 感到非常有兴趣 于是这期节目 我将给各位分享 AMD Ryzen 7 9800X 3D 搭配各种散热器品类下的体验与表现 为了尽可能控制不同散热器品类中的变量 这次的测试 我将使用同一品牌的产品来进行 要非常感谢九州丰盛 Dikku对于本市内容的支持 除了大部分散热器是之前就提供的之外 还特别赞助了这款全新推出的LQ240的240水冷 凑齐了所有测试需要的散热器品类 除了刚刚提到的240水冷代表LQ240外 其他的包括了代表360水冷的LP360 代表双塔风冷的AK620D Pro 代表后单塔风冷的AK500D 以及代表入门四热管单塔风冷的AK400D 除此之外我也准备了最受欢迎原产散热器 来自AMD的RID Speed Zer 幽靈冷静下压式散热器 至于其他面向ITX玩家的下压式散热器品类 我这里就不加入测试了 主要是测试的机箱环境必须是在ITX机箱内 才算是符合测试参考价值 不过要是这期节目点赞过3000 我就立马准备多一起专为ITX玩家制作的散热体验内容 因此觉得这期内容很有意思的观众 还恳请点语点赞、关注等支持 在开始给各位分享测试成绩前 老样子还是将本次测试的硬件配置给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那么开始本次的测试分享 首先第一项测试是Cinebench R23连续10次全新跑分 然后将10次得分的结果进行平均 看看最终的平均得分表现 此外也会记录这整个过程的平均温度、功耗以及频率表现 先来看看连续10次跑分后的平均得分结果 毫无意外,散热器的规格与跑分表现是成正比的 最好的自然是360水冷 最差的也就是原产散热器的Whexpison 不过最好和最差的平均得分差距也就仅有2%左右 似乎影响其实并不明显 接下来就看看温度表现 表现最好的自然还是360水冷 温度只有82度 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和240水冷的差距就不是那么大了 只有1.6度的温差 倒是从双塔风轮开始和水冷就拉开了明显的差距 温差都来到了6度左右 而最垫底的自然就是AMD RISPison了 和360水冷有着整整13度的温差 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 而且这明显是撞了温度墙顶着最高95度 理路上真正的温差应该是在15-18度左右 换到频率表现也能印证我的观点 温度最低的频率也是最高的 而且同样出现了水冷与风冷之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并且AMD RISPison是唯一一个低于5.1G的散热器 这就是因为撞到了温度墙而出现降频的结果了 最后在功耗表现中 除了AMD RISPison只能够压制到平均126W以外 其他的散热器均为138W到141W之间 基本上是众生平等就不多分析了 从这里其实就能确定AMD Ryzen 7 9800X3D 在不进行手动降压手段下 RISPison基本无法满足9800X3D的满载性能释放 虽然是Cinebench的全核心跑分测试 足以反映处理器在满载时的发热 以及全核心性能表现 不过毕竟多数人买9800X3D还是以游戏体验为主 因此我觉得更多人在意的是游戏时的发热与性能 为此我也升级了全新的散热测试方法 我使用3DMark Firestrike的第一线GPU测试以及物理测试项目 分别对应较吃显卡的游戏场景和更吃CPU的场景 然后这两个测试都会进行20分钟循环的测试 以获得帧数、温度、功耗以及频率表现 首先来看看GPU测试的循环 在帧数表现上搭配6款散热器的表现基本均为相同 主要的愿意还是平仅是在显卡性能上 换到了温度表现上 各款散热器的温差就没Cinebench测试时那么大了 但AMD RISPison的温度表现依旧比较差 而360水冷依旧有着14度左右的温差 对比起单塔四热管风冷也有8度左右的温差 断层还是很明显的 同样在水冷与风冷之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温差断层 换到频率表现由于受限于显卡性能瓶颈 频率表现的部分就和散热规格不成正比了 AMD RISPison的平均频率表现甚至比起双塔风能还高 不过搭配各款散热器的频率表现其实落差都很小 这也导致最终的帧数表现大家都基本相同 最后就是功耗表现了 嗯 依旧可以忽略不说 再来就是物理测试循环 帧数表现部分同样基本相同 千万当温度表现就很精彩了 表现最好的3600水冷和AMD RISPison的温差来到了23度 这个文档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很惊讶 与此同时同样的水冷与风冷之间依旧存在明显的温差断层 而且万多频率表现基本都跑到了平均5.19G以上 唯独AMD RISPison只能够维持在5.15G 最后是功耗表现这回总算是看出差异了 两款水冷均能够压制在100W以内 而风冷主均超出100W 特别是RisPison这次达到了110W 当然上述的两个测试毕竟是基础测试项目 我想更多人还是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游戏体验 变上的发热表现 因此最后我也准备了四款游戏来进行测试 同时涵盖了单机游戏、射击游戏和Mobile类游戏 首先是射击游戏CS2 增速性能表现上各款上一些的表现均为大差不差 360水冷甚至一帧略微输给另外两个品类 但是切换到温度表现还是有差就是了 360水冷的温度表现依旧还是最漂亮的 但和240水冷基本算是相同的表现 与Wispison的温差还是来到了15度左右 除了Wispison以外 其他的散热器之间的温差差异都不会特别大 就连当塔四热管与360水冷的温差也就5度左右 然后也是射击游戏的绝境求生PUBG 增速表现部分同样也是大致相同 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而在温度表现里依旧还是有区别 360水冷和Wispison的温差甚至来到了17度左右 同样的从当塔四热管风人开始 温度就有自变的体验 与360水冷的温差在5度左右 再来是MobileA游戏Dota 2 增速表现依旧还是差一步明显就不多说了 反而是温度表现保持与上两款游戏时相同 360水冷与Wispison依旧还是有17度左右的温差 而同样的当塔四热管和360水冷的温差也在7度左右 体验开始也有了自变的影响 最后是当机游戏黑神话悟空 当机游戏的增速表现就更不用多说了 我就只放出来给各位参考后直接跳过 温度表现的部分还是和前面三款游戏相同 360水冷和Wispison依旧还是有15度的温差 只不过当塔四热管在这里和360水冷的温差拉开到了8度左右了 从最终所有的测试结果来看 如果你只是单纯用来玩游戏 几乎没有进行什么需要全二斤满载的应用 同时所在的环境室温并不会太高 机箱风带也不会太差的情况下 基本上单塔四热管的风忍完全足够应付980X3D了 而且哪怕是使用下压式风忍Wispison 其实也几乎不会有游戏性能的损失 虽然对比起360水冷的温差十分明显 但是Wispison本身的表现还是能够压制在70度以下 基本上还算是可以稳定使用的 对比起上一代的7800X3D 9800X3D的确是明显改进了机热的情况 不过从所有的测试对比来看 我们也不难发现两款水冷和三款塔四风忍的散热性能 还是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风水冷 因此如果有超频的需求 而特别是超外频 那么还是比较推荐使用水冷的 只不过我其实还存在一个杀手简 这里我先给各位看看效果 各位可以看看在进行CMesh R23全核心跑分的情况 就这个温度表现有没有经验到你呢? 但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 关于这个杀手简是怎么达成的 我就留在下一期节目再和各位细说了 因此对此感兴趣的观众们 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更新 这样才不会错过频道的第一时间更新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关注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下期再见